不要等到孤单时,才想起朋友,不要等到失败时,才记起他人的忠告,与其为流逝的时光惶恐,倒不如节节时,实体抓住纷纷描描。 当你不再追随错误的想法,你就成全了更好的自己。 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时,那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。 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,那你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。 人生没有如果,命运不相信假设,一个自由的心态,一份安稳的睡眠,一份享受生活的美好心情。 在幸福的人生也有缺憾,在凄凉的人生都有幸福。 潇洒的人生,要学会淡看缺憾,随缘而动,所谓随缘,就是尽人事而听天命。 幸福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。 你的幸福,不在别人眼里,而在自己心里,人可以真实的活着。 但不要太认真,水至轻则无鱼,人至惨则无途,完美主义者最大的悲哀。 就是活得不真实,现实才是最真的真实。 在真实的世界里,有杯欢离和苦辣酸甜。 孔雀开平告诉我们,任何事物都有正法两面,任何人都有美丑两边。 当我们站在正面看,任何事物都是美丁,都充满了正能量,展现着真实美丁一面。 人的一生,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,叫做无愧无悔的话,就是童年里有游戏的欢乐。 青春中有敲跑的经历,等到老了有难忘的回忆,做个安静的人挺好。 不争抢,先不是我的跑步调,不是我的抢不来,一群人善闹我负责微笑,不太大喜也不太大悲。 时间仅此一次,所以从从容容随于而安,不被别人打乱接揍,只能倾听他人想法,退能思考自己生活,欣赏他人。 你很好,我也不懒,你有大世界,我有小生活,此地甚好从容而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